同志们朋友们,女士们,先生们 我们伟大的发展成就 由人民创造,应该由人民共享 我了解人民群众最关心的 就是教育,就业,收入,社保,医疗,养老 居住,环境等方面的事情 大家有许多收获 也有不少操心事,烦心事 我们的民生工作 还有不少不如人意的地方 这就要求我们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把为人民造福的事情 真正办好办实 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 要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 时刻放在心上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 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 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谢谢大家 看完的朋友 记得动动手指转发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 还想去看的